我们来看看绿营 绿营好像在这个921选举 有点要出骑兵的味道 比如说现在传出了内政部长 徐国勇可能会出战新北市 来一个部长队署长 那更不要讲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台北市长的部分 民党很有可能会派出 陈时中的几率非常的高 那除此之外 还有经济部长王美花选彰化 然后会主委陈吉仲 说要占云林 卫福部长陈时中 我刚刚讲了台北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 要去选桃源 所以他们要打的一个 就是出了一招 就是政务官组成了刺客兵团 所以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他的这个政务官 其实我相信 我们全民都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的民党执政团队 他的执政的一个能力 我们不管是刚刚点名的 这个陈时中也好 或者是我们讲说 曾文生 曾次长 我记得这个 刚刚这个上任的时候 我就直接咨询过曾次长 他那个时候 他连探税是什么 他都不知道 但是这一年他有进步 有进步 对 但是我在提到就是 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检视 这些的所谓的行政官员 或者是包括这个 陈吉仲农委会的主委 大家看到的一个是 他有真正的一个执政的能力吗 我们看到从他的民党执政到目前为止 他的执政的成效是什么 他可能羞辱他的政敌很厉害 不管是这个促转也好 或者是党产也好 他其实把在野党打得这个稀里哗啦的 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检视 他的执政能力 他做了什么东西 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们讲外交部长呢 到今天为止大概是史无前例 这个断交最多的一个部长 然后我们再看看陈吉仲的这个部分 农委会的部分呢 一样农产品的部分呢 也是稀里哗啦的 那防疫呢 陈时中他就更不要讲 所以我在看到网路上面的新闻 他上面讲说 陈时中到底会不会出现 这个台北市市长的这候选人 其实还是取决于 他的这个防疫的一个成效 可是大家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这个 很清楚就是 三加十一的破口 到目前为止 什么东西都还没有 Omicron的东西 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过往的时候就校正回归 现在出来的data 是真正的一个讯息 还是是将来 又是要推给校正回归 我现在这个选民 其实都看在眼里 好 县市长何其重要 如果说现在是由这些的 所谓的刺客 行政官员的刺客去选 县市长 如果我们从他的执政的成效 上面来看的话 他够不够资格当 委员可是执政成效 可能不够资格 但他们有执政的资源 期待 对 没有错 这接下来就是我要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立法院 省预算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在私下的时候 其实跟历史哥 我们有交换一下这个意见 就是说其实我是个人 是非常反对 预算的部分用统三解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去年 看预算的部分 它是删了1.18 所以去年删了1.18 今年删了1.19 删了多少钱 删了271亿 好像觉得说好了不起 我已经删了270亿 但其实行政团队不是傻瓜 他在编预算的时候 他就知道你要删 所以他就把数字调高 然后让你删好像很有成效 那他觉得说今天这个议题 我为什么要提预算 它很有关系 就是回到刚刚前会提到的 他们很会选举 他们很会打组织战 我觉得这个不得不佩服 民进党一路以来 他的选举呢 只要他喊出这个抗中保台的东西 只要满火干他就永远都是赢 更何况再加上了这些预算的益柱 我们看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我们都知道明年县市长的选举 我们在看这个111年的预算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里面有一些 很奇怪的每个跑出来 比如说他的什么救难 这个预备金的这个金额 居然跳了一个二三十亿跑出来 比以前跑出来多这么多钱 然后我们提出来就是说你这个钱 是要用到哪里去 很明显的民众的一个正当的怀疑 就是说你是不是把这个钱 拿去做绑装用 所以他能够发展他的这个组织战 然后再加上这个预算的这个益柱 然后他就会钱也有 人也有组织也有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前一阵子 不打严家打的这个很厉害吗 那大家就有提到说 为什么打严家打这么厉害呢 其实跟郑南宫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的东西零零种种的加钱 你看用的是谁的资源 今天的钱是他们这些的 要选举人的钱吗 不是 是不是企业的钱也不是 原来你用的是明脂明膏 用老百姓的钱 去洗老百姓的脑之外 你在用老百姓的钱 然后你去发展你的组织战 然后你把你的人 明明是不适格的人 你把他插进去他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这对台湾来讲是好还是不好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不好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出来 就因为这些的金流也好 或者是这些的人力也好 这组织战一出来之后 出来最终的结果 其实真的都还是我们老百姓在承受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很痛心的一点 那国民党我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 我觉得在地的意见很重要 就是刚刚历史哥他从高雄的这个角度来看 或者赖教授他从北部的这角度来看 我觉得在地的意见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提人选的时候 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人选出来 他能不能够为在地所接受 可是我要在这边同时也讲到 你不得不否认 从历史整个台湾的这个行政的经验的 这历史上面来看 你看到能够把事情做好的是谁 其实还是国民党的行政团队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说 这些的专业的人士呢 常常就会有我们古人的那种 好像致命很清高 不愿意去沾惹这个政治 对不愿意去沾惹这些的什么政治啊 这些的俗世 所以你们喜欢我 我就出来帮你服务 你们如果要我就是说去做一些 有的没的 他就不愿意出来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里面呢 其实人才积极 那如果能够配合他的专业 然后再为在地的人的接受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有胜出的几率 那以高雄来讲的话 高雄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我刚补充了一点 你看到那个市议员的部分呢 其实很多都是蓝营的 对不对 可是所以你在讲说高雄的地方 是不是老百姓对国民党完全失望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那更何况呢我们看到就是说 你高雄的部分在民党执政的 这么多年以来 他的现在他的问题 一而再再而三的点出来已经产生了 即便在韩国瑜短短的一段的时间之内 他的治理的这个成效其实是很好的 其实他那么短的一个时间 加上李四川那么短的时间 他就可以把高雄的这个 这些的零零种种的疾病的 这个积水的问题呢 他就能够已经做相当程度的一个改进 所以我要用这个例子来讲说 为了一个地方的市政的一个豪坏 为了我们全民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为了台湾未来的发展 我们真的是需要选一个专业的人 当然专业只有专业 如果不能够为在地人所接受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理想 可是他不见得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最好的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大瞎做下来 当然党中央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要推出一个这个人 这个人他是有治理的能力 但与此同时 他也能够为在地人所接受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解决 不是只有国民党的问题 他是解决我们台湾目前所面临的 一个困境 历史哥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 因为刚才看了大家 就是很多我们中天好朋友的呼应 在聊天室 到底就是说高雄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刚才时间 我就把话给讲完 为什么韩国瑜在高雄会议 因为韩国瑜长期住在中南部 他对的是那个口味 这个说起来 我觉得这当然不是我所追求的民主政治 就是说我们想追求的时候 应该是说我们观察一个候选人 他的特质 他提出了政见 他的想法 然后我们去投票给他 选嫌与能 选嫌与能的过程 但是在高雄的地方 他是拨冠军的过程 其实全世界上的 这个民主政治真正会带来选票的 其实真的不是 我们这些人都叫做什么 这叫做歪嘴鸡 很会挑 很会那个很会叽叽 叽叽车车的那一种 这种人的票不多 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属于 像刚才贵民委员说的 这种比较知识分子 我不敢说我们这些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 但是就是你会去挑 你不会因为情感而左右的是少数 大部分都知道理性是好事 但是大部分人行动的宗旨是感性 他以为感性是一种理性 其实我们都只是在帮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只是说在中南部 这样的情感会更浓厚 为什么 因为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 长期久了之后 你的情感会堆积 那个堆积的过程当中 这就是中南部他的这个投票率 其实有时候会比 可能比都市区还要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投这个票 好像在结一个情分一样 这跟结一个情愿一样 所以当时刚就韩国瑜到高雄 其实高雄真的是击毙以身 别的不说啦 光你欠债全国第一名 你还有什么好话好讲的 对不对 我们高雄市长陈其邁已经穷到 就发函给公营企业 叫他们捐钱了 这真的不能听啊 过往我们高雄市要追上台北市 甚至我们要超越台北市 我讲一个 这样当然会被大家笑 高雄以前很光荣 为什么 我们在盖85大楼的时候 你台北还有什么高楼 赢过我们 结果东地市就跑了嘛 就是那种高雄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感在的 所以我才会去把过去的这个 都慢慢一个个细的举例来 这个黄俊宇老师 他就是高雄 他做过中山大学校长 他就是一个在地在累积的 所以刚才有人说 那我找比如说高金委员或其他的 像强哥这些来高雄好不好 都非常的好 都是很优秀的人才 包括很多人一直点名的 前副市长李世川 这个川博 都非常的好 可是问题是你要先选赢 但选赢呢 绝对不要只看眼前 要强化在地连结 所以他可能不是一次选举的事情 那这就非常考验国民党的党型了 因为在民进党的话 他有下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党中央长期是固定班底 所以他可以做长城规划 蔡英文总统从2008年开始领导民进党 他作为民进党的领导人 到现在已经第13个年头了 当然中间有可能有下去上来下去上来 不过他一直都是主要领导人 或者是现在是基本上是 唯一实质的最高领导人嘛 所以他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那过去民进党比较松散 就是还有很多派系的时候 他们也是敢于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比如说许姓良 比如说林毅雄 他们就会去帮当时的陈水扁 排除一些障碍 那我拉回来讲 国民党的党性比较特别 他换了一个长主席 就像一朝天子一朝城一样 所有的党务机关就换了一批人 所有的规划推掉重来 那这个对于所谓的在地经营 就非常非常的不利啊 所以如果说像中南部的话 你看哦 会选赢的基本在地方都是大家族 我随便讲哦 南部往南 这个现在的云林县长 张县长还有嘉义市长 请问哪一个跟地方连结深不深 超级深 他们都是长期在那边生根 所以刚才贵宁我已经讲到一个重点 高雄市的议员是蓝大于绿啊 那还有很多无党籍 你过去查看他以前党籍是什么 他其实都是一些事件 然后因为党籍的问题他就出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南部人在选举的时候 他还是那个草根性很强 那这个草根性很强 所以你就必须要跟地方派系 跟地方连结 连结的越胜就赢 高雄人不是排斥外人 你看历来的市长 几乎都是外人啊 吴敦毅 谢长廷 陈菊 陈其脉其实是基隆出身的嘛 他们家族也是从北部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不给外人机会 但是你建立那个连结 他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如果高金委员或者是强哥来 我觉得高雄人会很高兴 可是他可能要蹲点 要什么方式去蹲点 看是用基金会什么方式 什么做法 那只才有真正在高雄翻转 韩国瑜那个是真是奇迹啊 他是特例 奇迹叫什么 可一不可在 久久出一次 那你不可以骑在2018是奇迹之后 马上2022又出现奇迹 那就比较奇迹了 那可是你知道吗 蔡英文总统的论文还真的是奇迹 这个是论文门 我们看到点来这个彭文正老师 他们是原定在今天上午10点半 要召开记者会的 结果谁知道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行政院紧急通知说 今天早上10点要开记者会 宣布何时要进来台湾 所以彭文正就说 那这样子不是立刻被转移焦点了吗 所以他的记者会就改成明天再开 那彭P就说呢 每逢论文丑闻重大记者会的时候 碰巧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关注事件 屡试不爽 教授 我觉得目前对于 蔡英文的论文门的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法律的问题了 因为一定要在法律上证明 他有学位或是没有学位 有这个文凭或是没有文凭 伦敦大学前几天就说了 已经颁学位给蔡英文了 至于说这个论文在哪里呢 有没有保存在图书馆呢 他们不清楚不知道 但是学位是给了 是的 所以也等于是说 伦敦大学现在已经背书了 说这个蔡英文有拿到我们的 这个博士学位 那一定 你既然在法律上 不可能推翻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对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因为你就在法律上推翻他 你才能够在台湾对于他提出法律上的诉讼 那如果你没有用法律上来去推翻他 你一直只是强调说他也没有博士论文 或是没有博士论文 可是伦敦大学已经用自己的校域 来对蔡英文背书 说我有给他学位 那按照这个学位的授予规定 你一定要通过你的论文 也就是说你的论文不但要写完 而且要通过答辩 答辩完了以后 指导教授跟口试委员都要签署 签署完了以后 这些程序都还要经过 这个行政单位的秘书处的认证 都认证完成了 这个时候才可能授予你学位 那今天伦敦大学如果已经出来 也就是我用我的伦敦大学的校域 我用我的法律来去说他有博士学位 那除非彭文正他们能够拿到 就是法律的证据 说你伦敦大学造谣说谎做伪证 这样的情形伦敦大学的校域就毁于一旦了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 所以现在对于彭文正他们的工作来讲的话 一定要在法律门上来做文章了 也就是他要拿到的是足够的确实的这个证据 是伦敦大学没有授予 蔡英文博士学位 但是如果伦敦大学说我已经有授予 而且我有证据证明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推翻他 没办法推翻他 蔡英文在台湾的所有的这些程序就得到保障了 也就是说他就不会涉及到伪造文书 涉及到这个欺骗这个公务员的不实罪 他也不会涉及到 他在因为政大的公立大学的教授 他似同是公务员 所以他都不会涉及到这些所有的违法 甚至被追究 甚至被法律追究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彭文珍教授他们的团队来说的话 目前来讲他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已经是进入法律门 而已经不再是说我提出很多证据 或是说提出 例如说您谈到的这个 他所列出来的东吴大学的这些问题 兼任讲师 那因为兼任教授的话或是他本身 因为他是兼任讲师 如果按照框出来的话 你只要具有这个硕士学位的话 在当时你可以以兼任讲师的身份被聘 这个时候在当时你不一定要提供 你只要提供你的硕士学位 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也是很早以前我就拥有兼任讲师的身份 我那是我民国75年必有 大概76年左右的时候 民国76、77吧 我日期不太记得 我就已经取得讲师的这个资格 也就是我取得这个兼任讲师的 因为有学校聘我 那我那时候已经是硕士了 我就可以去教书 那学校也经过和 这个整个程序送到教育部 教育部审查完了以后 就颁发给我这个讲师证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是合法的 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目前对彭文正来说的话 他们一定要再提出法律上的证据 来证明伦敦大学说 我授予你博士学位 这个是假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伦敦大学跟彭文正就变成是 诉讼的两方了 那蔡英文已经是这个第三人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对彭文正教授来讲 他们一定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 那如果我们进入到法律门 那当然要请教这个律师桂名委员 可是因为刚刚特别教授提到的就是 这是一份东吴大学当初 给检方的一个资料 也就是她的争议 她的质疑点是在这里 就是在1983年 当时蔡英文是在东吴大学担任兼任讲师 但是记不记得蔡英文自己有说 他们在1983年10月 那如果这个是彭文正在10月16号 当天还是星期天 她是在伦敦考试 这是蔡英文之前讲的 那她就想说 那10月在英国完成了这个博士论文的考试 所以你是请假飞回英国了吗 可是后来一问之下又说不可考 因为年代久远 所以当时已经记不清楚了 到底有没有请假 是不是完全没有这相关的记录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是 你怎么追追追 你觉得很可疑 但是你就卡住了 我觉得法律是这样子了 就是政治是一个议题 法律是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如果提到法律的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它的结果是取决于事实 也就是说它的事实 只要有变动的情况之下 它的结论就是不一样 那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都知道政治人物的诚信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所以政治是一个议题 法律是另外一个议题 但法律呢 我们现在要平的时候 它有它的困难度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上面的真相 是怎么样的真相 那我在跟官方们报告的就是说 常常我们看到那个判决出来结果 跟大家的期待不一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就是那个真正的一个真相 有时候是证据堆积起来的一个真相 证据堆积起来的一个真相呢 跟实际上面的真相呢 它其实优位必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东西 我们看到常常在这个老百姓 到法院去打官司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它主张的东西 奇怪为什么法院不相信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证据 没有办法支援你的主张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说 证据呢事实上面的一个真相 跟程序堆出来 证据堆出来的真相呢 它未必是一致的 但是判决出来的结果 它肯定是按照 堆证据堆积出来的一个真相 来做判断 这个也就是回到刚才賴教授 前面的时候有提到说 实际上面的情形 判是怎么样的情形 那第二个呢我们提到说 好 如果我们撇开这个 法律不谈 我们谈政治的话 那当然就是回归到诚信 那我相信彭文正 这个他的主张呢 其实也是往这个政治的这一块 不是单纯的 就是法律的一个议题上面 那所以呢 如果你对一个政治人物的检视呢 你会用一个比较超高标准的 一个方式去检视它 而不是跟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 这个标准是一次 这是第二点我要说的 第三点呢 我其实最想要讲的一点呢 是什么 是说民进党真的很擅长 深冬即西 每一次 每一次你发现 有一个议题出来之前呢 他就会先找 像观众朋友可能会注意到 就是说前一阵子 为什么修宪的议题叫啊叫啊叫 后来呢我们不予理会的情况之下 好像那个时候 我记得就有人问我说 这个18岁的这个 还有修宪的东西 我就讲说那是一个假议题啦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民进党 如果你执政团队 真的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你绝对不会用今天 这么粗暴的一个手段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明明知道 它有一个 大家必须要各个国家都是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因为修宪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它必须要达成共识 如果说你今天是对于 你今天要修的部分 你是真的希望透过修宪同意 一定是各个政党坐下来谈 因为呢宪法是国家的梁柱 它不会随便敢说 你看这个梁柱不顺眼 你就把它砍掉 不会 你会顾虑到 你这个东西梁柱砍掉之后 你必须要在什么地方补墙 它才能够解决 所以我想说 从修宪的议题上面 我要提到 这也是 那个时候呢 我就讲说 民党一定有 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要用修宪的东西 来深东及西 果不出 其然就是核实 所以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1月28号 为什么会突然 在国会里面表决 表决到一半之后 突然停摆 就是因为郭国文 不是发了一个东西 就是讲说 这个民党执政团队呢 他是要用这个核实 来做年礼嘛 做过年礼物 所以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那时候大家在问我的时候 我就讲说 修宪只是一个烟幕弹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议题 真正的议题是什么 那那个时候 大家问我的时候 我就讲说议题很多啊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它对于什么 第四法也是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讲核实也是 所以这些东西 只要你每次看民进党 丢出一个议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就是说 它后面可能真正要出手的 其实不是这个 果不出其然 像今天的这东西 彭文正要提到的时候呢 马上核实 因为核实是民众最关心的嘛 它对于大家的健康安全 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你既然宣布了 你完全不在乎 你的这个合法性 你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的 这个安全 那老百姓想要知道的是说 你配到作私做了什么呢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这些妥善的处置 所以你宣布核实要进口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 CPPPP 我们家进去了吗 日方给了任何的承诺吗 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一项 所以这个议题一抛出来之后 显然大家就会追着这个议题跑 那另外一个 焦点被转移了 对 对不对 那教授 我这边要讲一下 我觉得闺蜜委员在了 我给国民党一个 比较我的内心里面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观念一定要弄清楚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 你要获得政权 就是必须要透过选举 所以选举会不会选举 形成你能不能获得政权的重要的手段 跟能力 如果你不会选举 你就不可能得到政权 那你就不可能执政 所以如果你连选举都没有这个能力 连说服百姓来支持你 都没有这个能力 那就不用谈你有执政的能力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再说民进党很会选举 因为当你在说民进党很会选举的时候 就是在凸显自己很无能 连选举都不会 连选举都赢不了人家 连说服老百姓支持你的能力本事都没有 那就不要再讲了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国民党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个理念 第二个 客观的事实就是民进党长有所有的资源 不管企业给他的捐献 政党的资源 甚至国家的资源 他都掌握这是客观的事实 客观的事实已经存在 就不要再去讨论了 为什么 因为再讨论去埋怨 去发牢骚 无济于事 你的问题就在于 你的基本的国民党的所有的人 或是在野党的所有的人 从政的既然想要从政 既然对政治有兴趣 就必须要体认一个事情 就是目前这个客观的事实 就是他掌握的都在手中 你不可能改变 不可能改变 与其发牢骚 与其不断地说 导步出去想 我怎么去解决它 我怎么去突破 那突破才是你要思考的问题 解决才是你要做的动作 我觉得国民党的人 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发牢骚 不要再去说 他们拥有所有的资源 你讲到口水流干了 也没用 因为这个就是客观的事实 它不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 现在国民党的人 应该要体会到一件事 就是我怎么样在 在目前的困境中 我打下这个天象 我怎么打下这个天象 就是我会选举嘛 我如果连选举都不会 我凭什么掌握政权 我凭什么执政 我凭什么给老百姓 带来好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要活的 要活的就是要会选举 而且要能够赢 不能赢 一个都不用谈 好 那你说像若文文这件事情也是 彭文正他也就是 想尽办法要突破 那当然就是虽然伦敦大学 已经发声明了 那许志杰委员就说 伦敦大学都讲话了 证实蔡英文总统的学位属实 而且他说国民党的立委居然 还要召开国际记者会 借场地给这个通气饭开记者会 他说这要闹多大的国际笑话呢 要国民党悬崖勒马 不要再乱下去 但彭P就回击说 抹黑国际名校的是伦敦大学自己 是没有人可以抹黑他的 不过我请教历史哥啦 事实上每天关于 若文门的新市政 进度呢都有一些 那确实 确实会让人觉得 就是有鬼嘛 其实他最主要问题就是 时间完全都不拢 都不拢嘛 比如我刚刚讲的 彭PPO出了这一个 东吴大学的 担任兼任讲师的 这一份证明书 就是啊 又跟蔡英文自己讲的 他10月份的时候 当年10月份的时候回到伦敦进行 其实不止这个事情嘛 包括他的指导的学生 他在东吴就有指导学生 那指导学生的毕业年限都可以变动 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啊 包括他的口试日期啊 最早的时候大家记得是 提出来的时候是2月吧 但因为洋葱炒蛋那本书里面 他秀出了一张 我姐 他姐叫蔡英颖 飞到伦敦陪他口试 结果穿短袖 后面呢是树木是绿叶 然后阳光普照 那时候我还出过一张图 不只出过一张图 我还在节目上解析过 因为这我最先解析的 我还把伦敦呢 外国人做事很有趣 他们会把很多data 都丢到网络上去 伦敦的气候给掉出来 那个时间点根本冷死了 大家都知道冬天的伦敦 怎么可能 10月伦敦其实也很冷的啦 怎么可能后面阳光普照 然后有人在那边跑步穿短裤 然后他们还可以穿短裤 不可能嘛 所以后来他才一直改时间 最后改到他这个口试的 这个所谓的1983年的10月16号 那个就是伦敦网站里面显示 那天刚好是10月上旬最高温的时候 就10月大概那个段 你这样去比对出来 10月中旬最高温的时候 对 他就是这样子出来 他就是在那边瞧那个时间点 结果那天是星期天 没人星期天口试的啦 我们就在场两位都是教授 我是硕士毕业的 我们都知道 星期天谁给你上班 所以他就都一大堆都不出来 结果最好笑的是 为了要配合这张图 讲了一大堆鬼故事 结果发现这张图在Boston拍的 不是笑话吗 就没有一件事都得上 那个为什么被他发现 第一个 那个车子左驾右驾 英国跟美国是相反的嘛 那再来那个路灯那个场景 就有人找到完完全全的背景的图 而且那一支路灯还有人说 那个就专门只有美国人在用 英国人不用那一支灯 所以那最后就说那照片物质 你出自传你连你解跟你去哪里 你都可以物质 不要闹了好不好 现在蔡英文总统六十几岁 是得了老人痴呆症 没有嘛 那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就是为了圆一个谎 然后再搞了更多的谎 到最后干脆就不跟你讨论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 但我们要来解析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 伦敦大学可以发文 你会发现伦敦大学生命很巧妙 我想委员是律师就知道 他几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光光了 我不知道这个他讲一个 他先阐述一个事实 就是确实论文找不到 这是事实 可是他的学位目前没有问题 这也是个事实 就是对伦敦大学 他也没有启动调查学位的计划 所以论文找不到是事实 学位没有问 现在没有争论是事实 我两个事实摆上来 这种声明为什么不能发 他只要想办法让他发 而且不需要署名 你看他连署名都省掉 所以伦敦大学也在必责任的 那可是谁有这么神通广 你说可以让伦敦大学动 大家别忘了 格达费当年也是让他的儿子 赛伊夫拿到博士学位 他也是有办法让他动 不是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他实在给的太多了 懂吗 就是他给太多的时候 他当然他就有办法动 那给的多的是什么 有很多方面的多 但是我们要把这整个大价格 为什么彭P不管再怎么认真的 永远都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控制 永远都有一个神秘的力量 在阻碍 我跟大家讲个小小的历史故事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黑道很厉害 美国的这个黑帮啊 在拉斯维加斯最早是他们的 里面有一个黑帮呢 是拉斯维加斯的早年大佬之一 他身犯了很多的罪 什么诈骗等等等等 甚至要被移送到英国去 结果当年呢 大家都知道甘乃迪总统嘛 小甘乃迪总统啊 JFK啊 他呢这个在国际上是享有亲欲嘛 一方面他带有悲剧的人生色彩 被暗杀 另外就是他那个超级帅迷人的笑容 你知道他就赦免了这位黑帮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他是当年他的最主要的 懂内的人之一啊 政治上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要权跟力谈妥了 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核心利益什么 蔡英文现在是谁的核心利益 讲直白这也是刚才赖教授讲的 就是说 现在为什么国民党感觉起来选举很困难 中美问题 其实他要放大到中美大架构去看待这个问题 当你放大到这个大架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这么难动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这事情这么的不合理 这么多资料这么奇怪 如果今天要质疑他他就把资料锁起来 然后还这么可笑的这个台湾硕博士论文网 对不起他下下一个国家图书馆下 是所有就是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大专院校 毕业的论文才能丢进去 如果你在美国毕业的 比如说像这个委员是在美国毕业的 像老师是在欧洲毕业的 他们的论文对不起在这里面找不到 只有像我们这种土硕士找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规范是这样 蔡英文总统的论文何德何能把他丢进去 不是很奇怪吗 这常常让我想到这个清朝的时候 雍正夺敌啊 常常被人家拿出来噎语 雍正呢 他当时就有人跑出来就质疑他 质疑他呢 结果呢 这两个就两个这个 两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就每天质疑他 然后质疑他还到处宣讲 他就把这两个抓来 他没有把他干掉 正常来讲皇帝就把他们砍头 没有他把这两个抓来 写了一本大义绝迷路 你俩去全天下给我巡回 告诉大家 我是得位正确的 结果这件事情等到他的儿子乾隆上台之后 第一件事情把这两个人抓来砍掉 把书全部收回来烧掉 为什么 太丢脸了 就是你知道很好笑 你用全力去压迫真相 但是真相始终会浮现 所以他儿子也看不下去啊 他儿子最后只好怎样 草草收回 所以大义绝迷路变成一个什么 清朝的谜团 到底雍正得位正不正 大家觉得很神秘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美中对抗的真相之下呢 蔡总统他就是踩在这个 我觉得讲白就虎甲虎威啦 这虎借三世啊 他有个大靠山嘛 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神秘的力量 永远你很难打穿他 但是所以我这边就必须要去佩服 这彭文正这个彭P喔 竟然有办法 这么小的一个事情搞到被通缉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极尽可能 那这也是蔡英文总统 刚才这个闺蜜委员就说 哎这么又出现一个重大事件啊 怎么样一个事件 为什么 蔡总统你又发现他是 目前从民主投票以来 对于权力掌握最紧的总统 其实大家都看政治这么久 都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蔡总统好像很害怕失去权力 非常害怕 正常来讲总统到了第五年 第六年就开始慢慢在跛脚 他就会放了拳 下面人怎么搞他的事 他要去追求他的历史定位 或者去应付他的案子 陈水扁是去应付他的案子 马英九总统去追求他的历史定位 但蔡总统还在积极盈盈的玩权力 积极的铺排权力 跟大家爆个小料 也不算爆个小料啦 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南部现在这些传统的老绿 过去都是阿德的支持者 阿德是谁啊 就我们副总统赖清德 啊对了啦 现在呢慢慢转向阿燦的支持者了 慢慢转向郑文燦 郑文燦会让蔡英文安心 嗯 而赖清德上马 蔡英文黄黄中日 因为他就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长得接线 他现在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之是因为他有这个位置 嗯 他有美国做靠山 可是等到他没这个位置 美国会帮他靠山吗 美国是很现实 他也知道他在美国待过嘛 那你知道美国人的玩法 有利用价值 哥们一拍哥良好 对 没利用价值翻脸不论帐 最有名的就是麦当劳的创始 麥當勞兄弟啊 他不是麥當勞的股東嘛 為什麼 因為他被排擠出去了 大家如果有看過 這個米高基頓所主演的 The Founder 這麥當勞創始的那部電影就知道 美國人就是用商業手段 在對付所有的事情 你有價值 我就跟你罵金罵非常的好 當我有想辦法把你排除 你沒有價值的時候 那我可以做到非常極端 所以麥當勞的故事最後 那一對兄弟 麥當勞兄弟被奪走店之後呢 他們很生氣 在這個麥當勞的隔壁 開了一間叫大麥克的店 結果你知道這個 麥當勞名義上創始人 這個所謂的商人多狠心嘛 再把那間店弄倒 再把大麥克拿來 當他的標準餐點的名稱 殺人還要租心啊 這就是美國人在玩的手段 不管是政治鬥中 或傷害鬥中 要了解這個美國人的特質 這樣子你就可以去理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美國人也在玩台灣嘛 對台灣對美國來說 是有利用價值的嘛 我們又要花錢買軍火了嘛 而且這是拜登任內第二次 他簽署就是要售台 愛國者飛彈工程勤務案 反正大約台幣將近28億元 我先我其實搞不太懂 我們想說這愛國者飛彈 那這有什麼 愛國者飛彈不是之前的嗎 不是過去就很久 那這時候為什麼要賣這個給我們呢 然後這是拜登任內第二次 簽署了對台軍售案 會有一種感覺是說是怎樣 你沒錢了就來跟台灣要是不是 這個案子當然國防部要出來講清楚 因為我們當時買了這個 整個愛國者二 愛國者三的這個飛彈 我們叫做導彈防空系統 你本身是不是包括以後的它的升級 還有它的維修 還有它的工程 我覺得這個重點是要在於 當時簽合約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簽的 我們是怎麼談判的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要在我們台灣 已經現有的這個導彈系統裡面 在最佳五年 然後一億美元的這個工程 所以要作為它的基礎設施 再做一些加強 再做一些維修 然後讓它的防護網更強 確實是這樣嗎 那也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案子出來了以後 會不會沒完沒了 那五年以後再來一億 因為國防部還是感謝 他說美方對我國防安全的重視 那重點就在於 我們當初買了這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考慮到 它本身在使用年限裡面 我們我想我們觀眾朋友 都買過很多電機 電器 甚至有人到家裡來維修一些東西 我們都有一個保固計畫 現在有一些機電用品的 保固計畫更長 像有時候你買了冷氣機 他可能跟你說我七年保固 那七年 那有的就是說 我跟你簽了一個升級的 還有系統維修的 也就是說當我的這個需求 或是我的城市 或是我的工程 一直在升級的時候 那我會對你免費自動升級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工程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這個系統我們買進來了以後 我們現在又要再增加這些 那會不會哪一天 美國又說我再給你增加一些東西 那有完沒有 但是問題就在於 它的實戰經驗到底如何 目前來講還不可考 因為在如果說已經有 在中東地區有實戰的話 他們還沒有對真正對於 這個超高音速的導彈的攔截效能 還沒有展現出來 我所謂的超高音速的攔截 導彈效能就是說 它超過5馬赫以上的 這個愛國者3到底能不能 攔得下來 攔不下來 它還沒有在戰場中被驗證過 因為當來襲的導彈 它的速度比你這個愛國者3的 這個速度還要快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如果它可以變化它的飛行姿態 你要重新去捕捉它 重新演算 演算完了以後再找出它的 這個飛行的可能的拋物線的這個定點 然後選擇在最有可能攔截的地方 去把它打下來 這樣的情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時間夠不夠 第二個呢 它如果飛得比你快的時候 你攔得下來也攔不下來 第一 上一般來講 我們要用兩到三枚的導彈去攔一枚 一般是這樣子 然後來襲的導彈 它通常造價的成本 會比你去攔截的成本還要低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買了 然後假設我們這樣看 假設你可以攔 假設你說我今天可以攔300枚導彈 那我把台灣整個都建立了 300枚導彈 可是那對方來的是1000枚呢 你這樣理解我的意思了 那也就是說 即使我每每都被你攔下來 可是你還是有700枚落在台灣的上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更何況 目前來講實戰的經驗告訴你說 可能就六七成 也可能如果對方是超高因素打蛋的話 可能再往下降 降到三四成 那這樣的話 你本來說300枚變成150枚 那如果對方是1500枚的話 它落在台灣島上的 那就是850枚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還是要講清楚了 軍方有責任按照他的專業 跟我們的民眾說清楚 特別是他要向立法委員 向國防委員說 我們為什麼要再追加買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的原來的合約 沒有這樣簽 所以我們還要再多付1億美元 就是27 8億台幣 那你要跟我們的立法委員講清楚 要讓立法委員能夠說 我理解了 好 那我支持你 但是如果立法委員有質疑 例如說有很多立法委員很有經驗 他就說不對啊 你以前工程裡面就已經有包裝 那幾項了 那就看這個立法委員 認真不認真啊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國民黨的那個軍系立委 他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 因為應該是吳思淮吧 是不是貴敏 對 吳思淮對不對 其實吳思淮他原來在軍隊裡面 那麼他應該是相當有經驗的 我覺得他可以在這個部分裡面可以發揮 他的專業就是說 這個到底合理還是不合理 如果不合理就告訴台灣的民眾 說美國賣的這樣的一次的 27 8億台幣的這個系統 對我們來說的話是不公平的 不合理的 那我們要求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你可以不斷的跟老百姓訴說 說目前哪些做的是對的 哪些做的是不對的 爭取老百姓對你的認同 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的 慢慢老百姓就信任你 一旦信任你 你就可以擊敗民進黨 好 不要貪氣 不過呢 一方面賣軍火給我們 一方面你看這一次美國聯邦眾議院 通過了美國競爭法案 甚至呼籲行政部門要啟動協商 什麼呢 就是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需要改名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那委員院有一些學者認為說 說要更名這個嘴巴說說 會不會光說不戀 因為執不執行才是重點嘛 那會不會就只是做做的樣子 好那一旦呢真的更名的話 在想你看光是個立陶宛就搞成這樣 這個不是更加激怒北京嗎 對我想在講這個議題之前 我想先接續剛才賴教授 軍購的東西 對軍購的部分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我不是說民進黨厲害了 可是他的這個現實 老百姓必須要能夠了解 我們現在的這個現狀 像剛剛提到吳思懷吳委員 他的確他是軍系出來的 所以他對軍方的東西很熟悉 可是我們看到整個操弄的部分 怎麼樣操弄呢 他有沒有在國防委員會 他沒有在國防委員會 因為他一進到立法院的時候 就講說他是舔共的 他是這個 所以把他排除 就是說他要在國防委員會裡面呢 就表示你要偷聽台灣的 所以就把他排除在外面 所以吳委員他只能夠很用心的 就他雖然不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他還是把他知道的東西 他要講出來 那因為我是財委會的這個招委 所以呢在這個軍售的部分呢 我們在財委會的部分呢 其實是有開會議的 就是財委會跟國防外交 一起開會議 可是我們在開會議的時候呢 這些東西全部他都說是機密的 而且我告訴你 最扯的一件事情是什麼東西 你問他所有的東西 你都問不出來任何的一個答案 完全沒有 他的理由就是說 譬如說你問他說 這個東西有多少錢 然後有幾枚什麼東西 他回來的答案就是說 這個他不能跟你講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一旦泄露了之後呢 對岸呢他會做計算 所以他每一個東西都是機密的 你每一個東西 你都講不出了一個 任何的一個東西出來 可是我們從他預算 過往的預算上面來看的時候 我們看出來什麼事情 我們看出來呢 只要今天呢 到底你是真的 我們有這樣的需求 還是你在創造一個需求 還是你對美方呢 是於區於區 我用一個簡單的那個講呢 就是說 譬如說你一天到晚跟鄰居打架 打完架之後 你說我要保衛自己 所以我要買一把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